最近刷新闻看到了两条字体侵权的惊天大案 路川指导的电影《九层妖塔》里 有两个镜头在没有商业授权的情况下 出现了7个汉字赔偿了14万元 平均每个字2万块 于是我又翻回了更早的新闻 我最喜欢的一款游戏《魔兽世界》 同样因为字体侵权 被北大方正索赔了4.08亿元 看到这里我不禁菊花一几 要知道文字是画面里最吸睛的元素 想要找到一个好看的字体 却又担心惹上官司该怎么办呢 我专门整理筛选了许多好看的免费可商用字体 可以分为简体、繁体和英文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我最喜欢的10款 免费简体中文字体 我们开始吧 嘿大家好 我是老吴 无闻片长已经有1000位粉丝了 感谢每一位发现了我 并且订阅了我的朋友 频道的每一步发展 真的真的都离不开你们每一位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 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 可以提高YouTube视频影响力的 实用干货和技巧 好 我们废话不多说 给你们带来我最喜欢的10大中文简体字体 第10位 花园明朝体 这是一款出自日本设计师的字体 乍一看似乎其貌不扬 但是细细品味 你就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简约秀气又得体 既可以用在正式场合 也可以用在文艺短片里 它既有中文简体 也有繁体 连生辟字都包含 这样的全能型字体 谁不喜欢呢 第9位广告设计师最喜欢的战库庆轲 黄油字体 它的特点是 笔画的每一个直角都被设计成了圆润的形状 就像黄油一样 给人甜而不腻的趣味感 许多商业广告都用到了这个字体 排在第8位的是一款小清新的赖户字体 它同样是出自一位日本设计师之手 萌萌的 软软的 有些天然呆的风格 一下子就融化了我这个直男的心 把它用在你的Vlog里 绝对可以大大的加分 而且它还支持中文的简体 繁体 以及日文 真是少女的必备之选 排在第7位的叫战库库黑字体 听起来是不是就很炫酷 猛男就要用硬核字体来硬钢 这款字体的字形酥短 点评 而且厚重 具有非常强的力量感 在许多的游戏和宣传片里 都可以看到这款字体 它十分适合快节奏 炫酷 硬核 这些类型的影片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的第6位 与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重名叫做自由方滑体 字如其名 这款字体在现代的字形设计上 完美地融入了复古和俏皮的元素 比如大家可以看到 它用小圆点来替代了一些笔画 现代和古典的碰撞 让这款字体独树一帜 打破了时间的壁垒 连文字都能带你穿越时空 第5位 悠然小凯体 这款字体有浓浓的毛笔书写风格 轻盈 飘逸 透着刀光剑影的恩怨情仇 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仙霞情缘 如果你有一段好故事 就选这个字体吧 第4位叫做 字体团奇特战队 一听这个名字 我就想端起我的AK47 来几枪爆头的快感 这款字体的整体字形 规范严谨 又不失趣味感 非常适合使用在一些游戏的精彩基金 越野汽车 或者黑客高科技影片里 搭配近库的背景音乐 效果爆炸 排在第3位的字体 叫做优舍好身体 一听名字 我怎么觉得它要开车呢 这款字体的设计 瘦长又圆润 摩登而现代 香肩美腿 烈焰红唇 时尚与美妆博主的必备之选 排名第二的是 佛系体 这款字体我真的太喜欢了 古风古韵 飘逸潇洒 用在哪里都不为过 美式影片可以用 小清新影片也可以用 连当门脸招牌都可以 佛系嘛 当然是到哪里都可以 排在第1位的王者 是丝源黑体 这是所有设计师 都离不开的一款字体 好用 万金油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不论在什么场合 老板都不会说你的字体 丝源黑体 就是这么无敌的存在 谁用 谁知道 好 如果今天推荐的字体 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请别忘了 订阅 点赞 打开小铃铛哦 所有的字体的下载链接 我都会放在下方的描述栏里 如果你有私藏的好字体 也请不要吝啬哦 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老吴 我们下次再见